经过三个月的全国厨艺交流比赛 剩下最后决赛的两位厨艺师傅是 广东省广州市阳州楼的廖杰 廖师傅 代表香港的香港陆语楼的龙坤 大派代表的比赛评论团统治定下的三项决赛 第一项是煮白饭 二毫米 四毫米 龙师傅的二毫米呢是天津的小湛米 天津因为天气干燥 米是自然的阳光晒干的 米肾比较硬 廖师傅选的四毫米呢是江南的香米 南方因为潮湿 米是用机器烘干的 米的外层会龟裂 但是煮起来呢饭比较软 这个廖师傅的饭呢白饭有一种荷叶的香味 嚼起来有一种弹性 还有一种稻米原来的稻香味 两个顿饭呢都很可口 但是这个龙师的饭呢里边有一种人参 在嘴里有一种鱼味 我们就听这种鱼味呢 所以这个分数就高出了 第一回合胜利是龙坤宝师傅 第二个回合要比赛的就是刀章 廖师傅表演的是四川已久的豆腐雕刻 因为这种功夫一定要在水里进行 所以训练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而这边的龙师傅呢 刻了个八角零星 这和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这和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那原来这三角的八角零星呢 一捞过来就是一个聚光盆 把室内的这个灯光折射出去了 喂喂喂 了解同志 是黎晓鸣同志吗 黎晓鸣他出世了 他住院了 他住院了 会不会有危险 你们的孩子可能 你还是尽管赶过来吧 可是现在我在比赛呀 那你尽管 尽管赶过来吧 第二回合结果是 结果是廖洁师傅的豆腐雕刻上出 刚才是一比一打开平手 现在是关键的第三个围盒 廖洁师傅的灌汤黄鱼 对龙冲宝师傅的海龙争猪 海龙争猪 你也不可以 我只会 我只会 你现在没什么 为何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